766萬零一百零八聯合部張孝全清田街開殺家一條龍服務 2015年6月2日升博士48月20日上映陳於長台北報導暑假當國片《魔拳》霍霍出龍宣傳 張孝全與萬善恩氣普亂曲的殺手喜劇片《精電街一號》 及偶像劇製作人陳玉山跨足電影處女作《我的少女時代》 都各自出招 張孝全清淑男形象級精 在《精電》中擔任殺手出任務 專業一條龍服務 光是殺手惟絲滅跡的SB流程預告上線 不到一天直破10萬人次點閱 8月20日上映的青田街一號 入前播出預告 殺手張孝全在運絲體到洗衣廠 經裝袋 分類 輸送 警示及清洗五步驟 此片融合靈異 喜劇及愛情 尤其是張孝全演殺手 卻偏偏拍鬼 還被片中他所殺害的亡靈前相 只好求助先姑萬善 過程鬥趣離奇 而8月14日上映的《我的少女時代 徐宋雲華 黃大陸之外 社群網站人戲美女簡婷約德維也參與演出 全式90年代連play都不會放的玉女校花 與女主角宋雲華是不起眼的一般學生 對校園睡覺迷戀 她扮絕也帶醜妝 走路聽睡覺 演出連路人都不想迫動的笑花角色 演出連路人 演出了